首先我們先看看香港方面 香港其實今年從高位跌下跌了超過兩成 如果用市形率去看 現時的估值就不太吸引 不過技術上如果大家可以看圖裏 有一條上升趨勢線 現時大概是23,100點 都是接近一個支持 我們覺得如果中短線在大跌的位置 可能是一個有幾高的直播物 加上在2022年將會在香港回歸25周年 亦都是領導發展換屆的時候 可能明年香港的股市會有一些轉變 這個是我們在這方面會留意的 至於點數方面 我們現在講到近2022年上半年 目標我們看25,500點 目標先看這目標 下面的支持暫時21,300點 是一個保守的支持位置 但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鲍威尔昨晚说得那么英 我们觉得今年只加息两次 上半年最快第二季,可能五月份会加第一次息 全年只加两次息 最主要,我们会觉得昨晚鲍威尔的细节 简单说,他昨晚把龙门设置到整个足球场那么阔 所以其实他包了很多位置,随时可以转 我们觉得暂时维持我们觉得和他最大的分野就是在供应链上的预设 我们的预设是觉得年中会已经顺利很多,没有那么大的加息压力 最后简单说,要看企业盈利的质量多于加减息或收水的情况 所以我们标普500,上半年2022年仍然在目标是5000点 即是可以创新高 预计的波动会由过往的4%左右 会升到大概6-10% 而另外的回报也会维持着暂时高单位数的回报 先回答2022年,如果只是说中港和美国上的比重 我们现在很明显通过去这半年都说了10和0的分别 但是我们自己觉得开始可以留意8.2%左右的比例 8%是成熟市场,美国那些,2%是香港,慢慢加,不需要急 因为正如刚才都说了,我们觉得市场的投资气氛 上半年会是善低后高 所以应该会是可以趁这段时间做一点rebalancing 但是其实最巧妙的位置是那八成怎么摆 那八成呢,过去今年,其实大家都可能开始留意到 很多都是说大型股扯高了指数的 所以反过来说,我们会觉得只要那八成里面 可能可以分回多一点点在一些中小股 一些增长股的股份里面 可能可以多一点,就不像今年那么惨淡 大家都会看到ARK的那一群都设计得很厉害 我们觉得可以这样的思维去想